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丹东市官员表示 他们无法弄清楚持续不断的新新冠感染来自哪里 怀疑是从朝鲜吹来的风带进来的 并且要建议民众关上窗户 但是此种说法遭到专家的强烈质疑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传染病教授彼得·克利尼翁 他也对病毒从朝鲜随风飘到丹东的说法表示质疑 克利尼翁更说 有可能是人员流动 无论是跨越边境还是在城市内流动都会造成传播 所以我们在这里还是在提醒丹东的朋友们一定要做好防疫 那关于穴位呢 我们很多期直播中都从中医保健以及治疗方面跟大家分享过 古代人和针灸师傅乘传有很多临床现象让人觉得很惊奇 其实很难用现代医学理论去解释 而作为主流医学的西医也一直对针灸的疗效持一种善意的怀疑 但是这些年来有不少学者对传统的经络还有穴位进行的探测 也越来越深入到微观层面 那穴位是否像古人说的有特异性还是只是一种想象呢 我们今天将请专家为我们解析 首先还是关注一下疫情的最新消息 在中共清零政策背景下 上海当局连续三日通报 又发现了社会面感染者 6月7日发现两例新增社会面本土确诊病例 6日和5日各自发现三例社会面感染者 上海市卫健委副主任赵丹丹7日称 疫情防控形势仍然严峻复杂 不能有松懈的想法 当天 上海新增四个中风险区 涉及宝山区 静安区和浦东新区 不过 在上海人的微信群中 当地人都在讨论徐汇区的疫情情况 有人说 徐汇区大半街道都爆出来了 上海发布才几个人 有人说 沙家邦小区封了9栋楼 不少居民感叹 屯物滋霸 恶性循环等等 日前 网络盛传 上海会在6月20日左右再次封锁 虽然当局已出面辟谣 但老百姓普遍都已经吃一切 掌一致了 上海市卫健委日前通报 静安区长乐路500弄区出现疫情 南京西路街道部分区域实施临时管制 河北区域中的上海第一福音保健院也停诊 附近餐饮业者告诉新唐人 不知道何时才能恢复正常营业 王先生说 当局为了怕出现病 因此严加管控 南京西路解封后 人潮虽然逐渐恢复 但宾馆等一些行业仍然不让接待旅客 6月9号 徐汇区红玫瑰美容院三名员工 出筛养性 该店1号到8号 共接待502位顾客 涉及全市15个区 5个大巴在门口 准备拉人 9号下午 敏航区新庄镇 浦江镇 专桥镇通报出现养性病例 当局要求11号全区全员进行核酸筛查 采样期间将封闭管理 好的 今天的直播欢迎观众朋友加入 您可以在留言区留言跟我们互动 首先介绍今天的嘉宾 是加拿大公立学院教授Jonathan Liu 刘教授你好 大家好 是 刘教授你好 那我们首先呢还是请您来关心一下 目前在亚洲的疫情 因为亚洲Omicron疫情 在台湾有几起像儿童啊 青少年染疫之后 死亡的消息让人很关注 其中有一个案例让我们印象比较深刻 就是一名八个月大的女婴 她其实本身有先天泌尿系统的疾病 但是因为发烧还有手术灶口渗漏 疑似感染入院了 经过手术急救是无效的 但是她裁剪新冠就是阳性的 另外还有另外一起是15岁的男性 她曾经接种一剂的新冠疫苗 完成7天居家照护之后呢 返回到学校去上课了 但是突然间昏倒 送医抢救不治死亡了 那死亡诊断为病毒性的心肌炎 合并急性肺水肿 吸引性休克 而且包括新冠病毒感染 目前这些儿童啊 青少年染疫也让民众相当的关心 我们认为就是青少年免疫力啊 健康状况都会比一般的成年人好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严重的染疫死亡呢 可不可以请刘教授为我们解析 对的这个我觉得案例挺可惜的 最近我也看到一些特别在台湾有一些这种案例发生 这个欧米克戎的整体咱们看到其实在确实它的致病性在趋缓 是吧 虽然传染率在增加 但是它的导致死亡的这个几率啊 这个比例在下降啊 加拿大这边也是 今年我看到六月份刚刚有个报道说这个首次的这种致病啊 就是这个 包括病死率和致病率啊 达到这个历史的最低 但是呢其实我们还是有很多个案的让人比较担心啊 刚才你提的那个例子也是 呃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呢 实际上我们看看古代啊 这个清代著名的这个一家叫叶天世啊 又叫叶香炎 他是非常传奇的一个医生啊 非常高明 呃他当时对这个瘟疫啊 因为这个清代啊 当时也有这个瘟病发生啊 其这个明末清粗的时候 呃当时这个类似现在这个病毒啊 当时这个叶医生呢 就总结了这个一句话 他叫威胁上寿 首先犯费 还有句话叫逆传心包 就是说一般的病毒啊 侵犯人体之后呢 如果你的呃这个免疫力正常 他基本上先侵犯肺部 然后呢可能传向什么 大肠 因为肺大肠相表里 再一个从这个大肠 因为胃和阳明经啊 都所一个系统 那么再传到阳明啊 呃呃呃呃 在阳明经这个这个阶段呢 人体就聪慧发挥他的免疫力 很多时候出现高烧 那么来对抗这个病毒 但是啊有一句话逆传心包 就说什么呢 如果这个人他的免疫功能不 不是那么太强壮 他就不可能顺经传 就说你的这些防线最后都失守 最后呢直接攻到我们讲的 这个君主之官的心脏 其实心包呢就是保卫心脏的 那么这个心包一旦受损呢 实际上他的相当于心脏本身也受邪了 啊因为在这传统中医的认为 这个心一般不受邪的 受邪的话肯定就是要死亡 那么一般用心包来代替心脏来 这个说法 所以逆传心包这句话 它的潜台词是什么呢 就是你的免疫功能 你的内在的正气虚弱了 所以说呢 在这个病毒侵犯的时候呢 不能够你的防线都失守 最后直接攻到你的怎么样 王城啊 就是心脏 最后呢就出现这个 我们看到现在医学报道的 急性肺炎 心肌炎 包括伴有急性的肺水肿 在一个心原性的休克 实际上你心脏功能心肌细胞大量坏死之后呢 必然就会出现肺水肿啊 这些心原性休克 实际上一个关键问题 我们就认为呢 还是一个正气虚的问题 这个正气虚呢 当然我们也在节目中啊 经常分享啊 这个正气啊 真气啊 为什么会虚呢 实际上在这个 我们看到在古老的黄历内经 就说这样一句话 他说真气者所受于天 与骨气并而从身者也 这句话呢 说起来文周周的 实际上就是 说白了就是什么呢 这个真气从哪来呢 真气一个是从我们这个五股杂粮 你说吃东西 后天我们这个得吃东西 是吧 那么这些呢 得到能量了 这是一部分来源 同时呢 我们身体有这个经络系统啊 经络系统特别是我们讲的 任督二脉的循环 在传统这个中医和道家修炼 这叫什么呢 小周天 这个小周天的循环呢 它之所以能够形成一个 这个我们讲的能量流 实际上真正的动力在哪里 在夏丹田 这就是真气储存的地方 但是保持这个夏丹田的 这个真气元气 它的强壮就非常重要 怎么样才能保持呢 实际上还是回复到 传统的那种文化强调的 叫清静 我们讲的现在社会 你看这个青少年 我周围的 我们看到很多年轻人呢 这个放学之后呢 很多都是什么 玩游戏 在游戏厅一坐半天 可能很长时间 在一个熬夜 经常不规律的 经常这个后半夜 还在这个网上敲 打电脑 实际上这些这个生活方式呢 对这个真气元气 都是有伤害的 相反 你看古代呢 它都很多这个文艺活动 都是怎么样 陶冶情操赏心悦目 在人的松和静的情况下 你的元气 才得到最大的保存 至少消耗减少 但现在不是 现在消耗太多了 所以我在这里建议呢 就是咱们这个真的 包括家长朋友 如果有机会的话 你还是给自己的孩子 多看一些 有益身心的视频 音乐和节目 减少那些暴力游戏 这些东西 对孩子 其实身心 都没什么好处 没什么好处 所以这也是在疫情中 为什么我觉得 有些小孩出现这种 让人觉得非常痛心的 例子发生 就是他的元气 免疫功能 不是那么太强壮 造成的病毒 长驱直入 侵犯我们的心脏 是的 刚才刘教授讲的 真的很有道理 因为其实现代人 不要说轻瘦 有时候现代人生活 不是正常的时候 也经常的熬夜 也许不是熬夜看 打电脑 但是熬夜工作 这也是一种 对身体有损害的 不过您刚才提到 就是尽量看一些正面 青少年他们的活力 比较充沛 其实我有一个网站 想要推荐给大家 就是我们之前一期讲的 神韵creations.com 这个网站 里面有很多 也是青少年 都是一些 十几二十岁 有很多的 包括武道 他们自己在训练的过程 他们怎么样启发 怎么突破自我的 都是很阳光的 所以我想借这个机会 也分享给大家 那其实刘教授 刚才我们开场的时候 有谈到 就是针灸 有很多对于现代人来说 是算是传奇的 这种临床故事 但是有不少人 可能提出一些疑问 说这些案例只是个案 或者是说 这只是偶然 侥幸取得的效果 很难有强大的说服力 那因为现在科学 要讲实在的这个证据 所以刘教授 针对这个问题 我想请问 您是怎么看待的呢 对 这个实际上 我们来在西方 你做针灸 也会遇到这种 主流医学 对这个针灸的一个质疑 这个我们也遇到很多 但是当然 在主流医学中 也有很多医生 他的思想是比较开放的 他比较接受这些 但是在这个理论阐释上 他们很多 你看很多物理治疗师 我看他们也做针灸 但是他们针灸 他认为这个理论 我就是用神经肌肉来解释 对不对 你扎的 比如说这个穴位 核骨穴 你就扎上了 比如说涉及到饶神经 是不是 我就用神经来解释 它的肌理 对不对 用肌肉 特别是现在发展 什么这个斑基点理论 用肌肉这个斑基点理论 来解释很多这个针灸现象 但是这个能不能全部解释呢 我觉得就是能解释一部分 这是肯定的 但是呢 不能全部解释 我给大家举两个例子 这是我临床的这个亲身经历的 你比如说这个有一个原来有一个先生男士 他突发这个坐骨神经痛 在半功过程中啊 这个出现这个我们讲的从腰臀部 一直放射到脚后根的这个坐骨神经受到刺激了 那么引起了疼痛 我们知道这种坐骨神经痛就非常的怎么样 痛的程度非常高 有的说就要 如果按那个疼痛的那个我们讲的疼痛标尺的话 那么他就可以达到这个10 甚至有的说12 比如说10是最高了 他说我到12了 就痛得难以忍受 甚至有些就是走路都走不了了 我这个同事 这个患者朋友 他就是被他同事推过来的 推过来的 推过来之后呢 实际上我们当时 因为他是急性发作嘛 我们当时选了一个穴位 就是什么 风驰穴 我们知道这个风驰穴呢 其实我们在节目中也分享过 他是胆经的第20号穴位 就是在我们这个颈部 对不对 在这个颅底的部位 就是20号穴位 给他风驰穴呢 给他扎上之后呢 不断去碾转 同时呢 让他先坐在床上 慢慢呢 他就可以怎么样 下地就活动了 然后呢 这种腰臀部 包括他的放射痛 就慢慢消失了 而且患者都特别吃惊 他说这个怎么那么快 你说比如说风驰穴 和我们的坐骨神经 有没有神经网络的联系 能不能用神经的这个理论去解释 实际上没有 因为坐骨神经是从这个腰椎底 我们讲的这个腰椎的脊神经 发出的一条分支 坐骨神经在下支 对不对 我们是用上面的 这里有没有神经 有神经 但是叫整大神经 整小神经 它和这个坐骨神经呢 几乎是没有任何直接联系的 对不对 那你怎么解释说 我刺激小小的这个点 就可以把这个坐骨神经来治疗 给他当时就不痛了 对不对 这个用神经网络理论 包括你用现在的说这个 比如说痛的这个 发明理论 这个疼痛的发明理论 也不能完全解释 对吧 这是一个例子 还有呢 还有呢 我们就是还有另一个这个患者呢 他也是坐骨神经痛 坐骨神经痛呢 他主要是从我们讲的这个腰底啊 然后沿着大腿后侧 一直放射了脚后跟的 刚才那个例子呢 是沿着侧面放射比较多啊 真正身体的侧面 这就类似胆经啊 这就是我为什么终于选这个风驰穴啊 风驰穴它属于胆经的 对吧 那么这个例子呢 就是它属于后面 后面我们知道按照经络理论呢 它属于这个足太阳膀胱经 但是呢 我们取了个穴位在哪里呢 在手腕上这里 这个万古学的是在手腕啊 那么就扎了针之后 边扎边粘转 大概这个不到20分钟 也是这个疼痛的就可以完全消失 它的整个活动呢 都不受限制了 那么你这怎么解释 就说万古我们知道 这是现在这个神经解剖 它就是齿神经 对不对 齿神经 从这个小拇指这一侧啊 齿神经有没有和这个 做过神经发生直接联系呢 没有 对不对 你任何的干预 说你在这里打麻痹 打这个封闭 你麻醉 齿神经能不能治疗做过神经呢 我相信没有一个医生说 现在医学的医生同意这个说法 说这个我干预了齿神经 我就打麻醉 打封闭 或者是我给他做手术在这儿 能够治疗做过神经 他们就觉得非常荒谬 对吧 但是我们用针灸刺激呢 就起到这个作用了 为什么呢 还是通过经络系统 为什么呢 因为这里呢 这个万古学属于这个手 太阳小长经的 那么我们的病变是在足的太阳经 但是它都属于太阳经系统 所以说呢 我们用这种太阳经系统 实际上就是通过激发经络 用这个能量来把这个疼痛控制住了 对吧 那么这是现代医学 现代的神经啊 简剖啊 包括肌肉的理论都是难以解释的 对吧 那么针对这些现象 我们看到 其实在上个世纪呢 好多类似的研究 比如说很多这个在人群中啊 很多经络这个敏感现象 1971年呢 当时在这个北京的309医院 当时他们做了一个简单实验 就是找了一个经络敏感人啊 有个张先生 他们就在这个大拇指啊 这个这个食指上 给他一个电刺激 结果呢 这个张先生他这个出现了 他的感传现象啊 就是循着经络的这个感觉 往上走啊 麻麻的 最后呢到达我们的面部 到达这个最后的这个宗旨到这个鼻子旁边 哎 这个正好是什么 守这个阳明大肠经的寻行部位 它不是任何一条神经的寻行部位 因为神经我们知道 如果是饶神经的话 它应该从这个侧面寻行到肩膀这块 而不是走到这个面部了 对不对 哎 这就是没法解释了 当时呢 很多这个现代医学的医生 就是中国的医生也是不太相信 他说觉得这个人是不是只是一个怎么样 精神出问题了 或者是他只是自己的感觉 对不对 不代表什么客观现象 所以后来呢 这个309医院 它就成立一个经络研究的协作组 他说这种现象到底是个案呢 偶然现象呢 还是说在人群中有一定比例的存在呢 结果他们就调查了大概1000人 这个年龄呢 从这个15岁到60岁 结果发现了这人群中呢 大概占了1.3%的人 有这种经络敏感的现象 就是说我们施加一个远端的电刺剂 那么这个患者感觉的这个感觉 就完全符合了过去经典 这个我们叫经络学说的 它的寻行路线 对不对 这些人呢 都是神志健康的 神志健全的 他不是说出现什么这个 你自我暗示 就可以让他有这种感觉的 对吧 他身心都是健康的 所以说呢 有1.3% 当然还有说 交位敏感 交位敏感呢 他可能传导呢 是占了大概一半多 他没有完全按照整个的路线传导 但是整个路线传导 大概占到1.3% 这也是实际上带来一个什么问题呢 说明人类啊 对经络的这个个体差异是蛮大的 这就是为什么有些我们患者扎 说扎上这个穴位 有些患者说反应特别好 这个效果特别好 特别理想 那么有些患者呢 就稍微差一点 那么再有些患者呢 就没有 甚至就效果不是太明显 这就和他的这个经络类型是有关系的 实际上就是如果按中医看呢 就是他身体的正气 他的能量的类型是有关系的 这种因为经络的敏感和不敏感的现象 也给目前临床的科研带来一些挑战 对 因为如果你选的人群可能比如说经络敏感性的占有多了 那么你的临床的阳性结果相对就比较高一点 如果呢 选的相对敏感性的比较少呢 那么可能他做出来阳性结果的机会就比较少 这就是就是说经络呢 确实他的现象呢 和我们讲的神经肌肉的这种 这个身体解剖网络它不太一样的 他的这个规律也好啊 他的这个临床表现也好啊 有很多需要我们进一步去探索的 是 不过刚才其实刘教授你有提到 有关于这个是对绝大多数 就是一千名的是民众来进行做研究 但是这个穴位的部分 其实在美国也已经大面积应用在西方的治疗上面 其实包括美国国家卫生研究所NIH 他其实在1997年的11月 针对1200名专家 是这方面的专家 参加了一项学术会议 参考了2302篇的学术研究 达成了一致共识 也发表了一篇对于针灸治疗效果评估的共识报告 也等于是证实了 针灸对于各种疾病的治疗的肯定 但是说到这个部分 还是有一部分西方主流的医学 还是有一部分人认为说 其实穴位是不存在的 像有一些医生他会说 其实穴位不存在 不用按照中医说的这种穴位点去扎 好像就是你随便扎都可以 好像肌肉啊神经有触碰到就够了 并且还有提出说人体并没有经络啊 经络是不存在的 所以我像请教刘教授 其实在医学上也已经有做过这样的研究 但是在很多医生的认知上 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反差呢 对了 我觉得这个问题也值得关注 实际上经络呢 从上个世纪开始这个什么公关 什么75公关 像8595 我一直是在经络的实质研究 这是一个比较热门的话题 当时在中国国内 当然在西方呢 他也在研究 但是他的研究呢 确实有一些瓶颈了 现在 但是我们其实临床发现的一些现象 其实值得我们非常多的深思 到底这个经络呢 它是不是存在我们这个三维空间 是不是存在这个解剖的人体上 实际上是没有的 对吧 你去解剖 你把这个身体 把它每个这个微观下 都给它在三维空间 咱们就把身体给它弄成这个 比较就是分开 比如说肌肉神经啊 你都给它看一看 实际上你发现不了 你发现可能就是神经血管 对不对 那么但是呢 一些临床现象证明呢 这些就是说临床现象 又不能单纯用神经血管肌肉来解释 你比如说 这个最早研究就是说 比较经络的手段 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 这个经络敏感现象 给它垫刺激之外 实际上还是有什么呢 它就做这个同位素 同位素有个实验 就是上个世纪70年代 比如说打这个点125 它是个同位素 它是个放射性元素 那么它在这个内关穴 心胞经的内关穴 一注射之后 结果呢 实际上这个放射性元素呢 它是循着整个心胞经的这个巡行 来向真脏传导 对吧 而且它分析啊 这个心胞经这个巡行线上 它的同位素的密度是最高的 相反旁边 非这个心胞经的巡行线上 它的密度就比较少 就是说大家要打个问号 就为什么这些经典的经络 行形线上是有 它也不是单纯的神经 对不对 这是第一点 再一个呢 现在因为我们知道 这个经络呢 我们一般终于从气的角度 来给它分析 比如说气质啊气虚啊 从这个角度啊 比如说真气啊正气这些 那么它是实际上是个能量的形式 那么现在比如说 对这个经络和穴位的研究有很多了 比如说这个人体这个红外线 其实人体呢 我们看到肉眼看不到 人体其实是有红外线的 在不同的体表它是有分布的 它向外放射 那么现在呢 以前的红外线弹侧呢 它没有特殊的仪器 你看不到 对不对 那么现在呢 有了这种红外线成像仪 那么就对人体进行探测 就发现呢 实际上在红外线探测健康人 自然状态下 发现某些区域啊 有一些高温带 那么这些高温带 温度相对比较高的 那么这些巡行带呢 和经典的经络巡行线 是大致相同的 这个他观察了 大概说这个几十例 这个发表在2004年的 中国针灸杂志上 这是张栋先生他观察的 那么同时呢 其实包括陈丽 对60例健康人 体表红外线的观察 也发现类似的状态 就是说比较典型的巡行 这个沿着红外线去巡行 当然其实除了这种 我们讲的红外线研究 其实类似的研究 还有很多了 那可不可以请刘医生 先跟我们介绍一下 穴位位置的立体解剖研究 因为这些穴位 是如何被科学家证明 跟古老穴位的 就是古老医学的穴位的对应 是真实存在的 而不是现在人所认识 哎呀我随便扎针都可以 比如说这个人体穴位 到底有没有特异性 因为刚才提到了 很多这个西方的 他如果单纯用神经肌肉 去解释的话 他说你说这个地方是足三里 对不对 那么我说旁边 足三里旁边 我扎一下是不是行 对不对 你这个穴位 如果穴位实际了 它的特异性 在这个就少 比如说在解剖层面 在形态学层面 没有任何特异性 他就认为说 你这个经络也不存在 对不对 那只是就是神经血管 可以解释所有的生命现象 那么跟针对这个问题呢 其实还有一个研究 就是针对这个我们讲 叫说穴位的形态学研究 这个形态学研究呢 它是这个2013年有篇论文 就是这个发表的 这个当时是复旦大学 上海第二军医大学 和上海这个应用物理研究所 他们用着什么呢 就是同步辐射的 XM相位对比这个CT成像 来研究这个穴位 它选取了什么呢 就是这个兔子 兔子我们知道 其实现在西方 它也承认 就是说这个兽医 也可以做针灸的 兽医如果就是说 你考到执照的话 也可以给这些 比如说小狗啊 小猫啊 兔子啊 扎针灸 确实有些痛症啊 包括很多这个创伤啊 它扎针灸呢 就起到很好的效果 比这个给药注射药保 效果还快 所以说呢 它选取用兔子来做 做的选取的穴位点是什么呢 两个穴位点 一个是这个足三里穴 足三里穴我们经常在节目中提 它就是一个和穴 足阳明卫经的和穴 同时又是什么呢 我们讲的四种穴之一啊 就是这个四个这个全身 在三百六十多个穴位中啊 四个大穴 那么这是足三里 再一个呢 它选取了这个足三里下边的 大概四个横指三寸的距离 叫做上聚序穴位 都是属于阳明卫经的穴位 它来观察 从形态学角度来观察 到底比如说 这个足三里上聚序 和其他在足阳明卫经 这个非穴位点上 它的形态学有没有异常 结果呢 我们看到刚才那个图 实际上就是发现了异常 就是说你看到这个柱状图 实际上它类似这个 我们讲的这个立体成像 这里要稍微补充一点 因为一般的X光 我们看到这个 比如说你做这个肺部的透视 或者肺部的X偏 它是就是两维的 而且呢 我们知道这个X光啊 它这个X射线呢 它对这个软组织的分辨率 几乎是非常差的 我们看到这个 比如说你肺部 你经常看到很多肋骨 白白的啊 然后这个肺组织呢 一片漆黑 你也分不清里头是肺泡啊 什么血管 毛血管还是神经 你分不清的 对不对 但是这个呢 它用了这个同步辐射的啊 X线的对比CT成像 通过这个结合CT又可以把这个像呢 这个得到的影像呢 作为重组 重组之后呢 作为成三D成像 所以就能观察到它细微的软组织结构 结果它发现什么呢 在足三里和上距须 就是这个图像上的这个B点和E点 它是它的这个微血管分布呢 它的密度呢 大大高于非血位点 这个从形态学上就证明了 实际上这个血位点和非血位点它是不同的 就是那些非血位点 它的毛血血管的这个密度实际上是比较小的 相反 血位点这个地方呢 毛血管的密度就比较大 就证明了它的这个特异性 后边呢 它还有个图 完全就是说 展示啊 这个ABCDEF这几个点 其中只有B点和E点 它的毛血管的密度是比较大的 横轴呢 它就是按照这个在足阳明位经上分布的位置 比如说从这个A点 它是在这个足三里上面这个点 也是属于足阳明位经的 那么B点呢 就是属于足三里这个血位 那么C点 D点呢 都是属于非血位区 然后到E点是这个 我们讲的这个上距须 然后F点呢 是在下 上距须下边这个点 但是呢 也是非血位的点 那么我们看到 它经过这个测量毛血管的这个密度计算之后呢 只有这个B点 E点 这个血位点 它的毛血管的密度比较大 因为它这个纵轴呢 就是代表毛血管的它的密度 叫Density 就是Vascular Density 就是代表毛血管的密度 当然你的密度大呢 实际上就说它的特异性表现在 你给它施加一个刺激之后 那么它对全身的血循环也好啊 它就产生一个良性的刺激 你像足三里学为什么能够健脾啊 为什么能够这个强化这个消化功能啊 包括起到增强免疫的功能呢 那么在形态学上来讲 它毛血管丰富的话 它可以激动我们全身的血运行 激发呢 比如说血管内分泌的这些免疫反应 这也从形态学上 从一个侧面来解释了足三里和上级虚 它有它的特异性 它还做了一个 比如说三维的立体图像 彩色的 下面那个血位呢 就是它3D重建之后的 就是我们看到在这个B点和E点 它的这个重建之后 它的血管的分布的密度也是高的 比其他点都高 这就从形态学证明了 这个血位点它是确实存在的 血位点像足三里上级虚 有它的特异性 古人呢并不是乱讲乱说的 因为过去呢 我们研究这个解剖啊 血位解剖 你看很多血位解剖说 它都是叫什么呢 就是在尸体上 比如说尸体上 像它解剖之后呢 你看到也就是看到 从这个表情 从皮肤到肌肉 再到神经血管 它整个的一个图像 但是呢 它和活体上看到的人体的反应 是不一样的 因为在人体死亡之后呢 很多毛血管怎么样 塌陷了 你看不到了 那么恰恰在活体上 像这个兔子 活体上 它能看到这个 就是说毛血管 它的密度 如果你是说死亡的一个机体 那就看不到了 因为它没有血循环 没有聪盈度了 你看不到这些微观下的结构了 那接下来我们就想请教您 就是现代的医学是透过解剖 来认识脑部 那打开脑壳 看看脑部里面的神经系统 或者是透过电脑 电波来看看脑部的部分 那如果说从西方医学 对于血位特异性的理解 人体血位对脑功能 有什么样的作用 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有没有相关的研究呢 对 其实这几年 相关研究是特别多的 这些研究从另一个角度 把人体的奥秘进一步给大家开示出来 你比如说 在这个寻证医学 或者是叫寻证补充替代医学杂志上 他发表了一篇这个论文 他就是研究什么呢 我们讲的 比如说你很多这个功能性消耗不良 我们叫这个functional dyspepsy 就是说功能性消耗不良 这些患者呢 他表现什么症状呢 比如说经常这个食欲不好 吃东西胃胀 难受 甚至出现艾气啊 那么有的人呢 出现这个大肠的活动异常 比如说有些人出现这个容易腹泻啊 那么这些功能性消耗不良呢 那么他的这个临床效果啊 针灸就特别好啊 得到了就是说东西方的一些认可啊 我们看到 其实我们在临床也观察到很多啊 通过针灸啊 一些学位刺激啊 就得到非常好的反馈 那么但是呢 现在发现呢 我们讲的这个胃肠道的这些失调 实际上在我们大脑皮层啊 都有一个反应区啊 就说他认为呢 因为我们胃肠道的这些失调 实际上和我们脑功能失调是有关系的啊 这就说于现代提出呢 现在这个科学家提出脑肠轴的概念 哎 实际上这种脑肠轴的概念 我们从这个经络上啊 其实是很早就有解释了啊 很早就有解释 很多比如说我们的阳经 最终呢 他特别足央胃经 最终他从我们的 比如说这个头部啊 他起趾穴位头部开始往下走 一直走到这个大脚趾 对不对 那么肠和头其实就有联系了啊 和大脑就联系了 这个但是以前的现代医学 他认为就是说 这方面联系不太重要 他觉得你这个胃病 说你这个消耗不良 或者慢性胃炎 消耗性困性 那就局部问题啊 那就是我就在局部用功夫啊 你不溃疡了 我给你愈合溃疡 我给你益酸啊 我给你保护胃黏膜 对不对 你比如说功能性消耗不良 我就增加你的胃肠动力啊 但是呢 实际上在古老的医学啊 这个针灸学中 他早就认识到 实际上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 我们的精神层面的表现 其实影响胃肠是非常明显的 他这个实验做得非常好 好在哪里呢 他做了有一个 比如说这个对照组 就control group 对他这个实验呢 做得很有意思 就是说 因为这个他是个人体的临床实验 这个一般的在临床设计上 包括这个实行上都有难度的 为什么呢 因为你要 一个是要尽量双盲 排除任何的心理感到因素 再一个呢 在这个整个临床观察过程中 你尽量的这个患者不要脱离 是不是 所以说呢 实际上难度比较大的 其实他这个当时入选呢 大概就是36个候选人 最后呢 大概剩下15个 这个样本确实不是太大 但是呢 他发现的临床这个结果呢 其实非常有趣 比如说他有一部分呢 是主于这个对照组 叫Control Group Control Group这里呢 都是健康人 健康人呢 他做一些这个脑的成像 我们知道现在这个 叫FCMRI 就是脑功能成像呢 成为热点 我记得这个 以前有个教授啊 这个北大的教授 大概是2010年左右 他做过一个报告 他说这个 当时美国实际上很多这个 叫做FCMRI 这个技术呢 已经非常成熟了 但是呢 在中国当时还不太成熟 他说 他说我们要站在脑科学的前沿 你必须有这台机器啊 就花几百万 我们也得买 就说这个东西呢 它好在哪里呢 它是无创啊 非介入性的观察脑功能 所以说呢 他观察脑功能什么呢 他可以无创的观察 你脑部的这个组织的 血流的情况 我们看到这个图像的这个图 比如说这些Control Group 就是观察到这些健康人 他的脑血流图 有些你看红的地方 往往是代表怎么样 血流相对丰富的地方 蓝的地方呢 相对是血流不太丰富的地方 你像他是这个正常人图像 就是Control Group 那么旁边这个叫Pretreatment Group 就说这些患者 比如说有功能性消化不良的患者 他在治疗前 给他做一个这个脑功能成像 看看他脑部的这些反应 结果发现你看 这个Control Group 健康人和这些疾病的人 他的成像是不同的 有些地方 该血流丰富的地方 他没有 该血流这个相对少的地方 他没有少 所以说呢 他整个图像和这里不一样 但是呢 你看到Post Group Post Treatment 就是说经过针灸干预之后 再去给他做一个脑功能成像 结果发现呢 这个脑功能成像 他的这个血流的变化 非常接近健康人了 同时呢 他观察了很多指标 比如患者的 他的自觉症状 包括他的胃动力 包括他的内分泌 他做了很多这个微秘素啊 人的因为胃肠呢 分泌非常多的激素 来帮助消化 帮助胃肠蠕动 做了这些指标之后 发现都在改善 经过针灸治疗 所以是从这个图来看呢 他观察了几个胃点了 比如说涉及到我们这个脑皮层啊 这个前扣带回 因为它和人的认知是有关系的啊 和人的比如说你的情绪啊 和你的这个 我们讲的这个recognition啊 就是我们的这个 对这个认知功能啊 都是有关系的啊 同时观察了什么呢 海马区啊 海马区 海马区呢 我们知道和人的记忆学习啊 是非常有关系的 还观察什么呢 就是边缘系统啊 就Lean-Bake System 边缘系统 就说边缘系统 主要和我们的情感有关系了 表达愤怒啊 你表达这个开心的高兴啊 包括这个抑郁啊 反正你的激进情绪啊 包括这个消极情绪 在你的这个边缘系统啊 都可以展现出来 那么就发现呢 经过针灸治疗 这些胃点啊 这些脑工农区的这个血流变 血流的这个变化都是回归到正常 接近正常 哎 这说明什么问题呢 就是针灸呢 实际上它的调整的是个整体现象 那么我们以前认为的局部的啊 未尝消化就是消化的问题 不是 它和人的大脑中枢神经都是有关系的 那么中枢神经涉及到什么呢 就涉及到我们的精神吧 就是我们的这个认知嘛 对吧 你的情感也好 你的认知也好 对吧 都是和我们的大脑中枢神经系统有关系 这和过去讲的 比如说这个我们讲的七情伤五脏 是不是啊 甘心脾肺肾 喜怒忧思悲恐经 入五脏都有直接关系了 古人很早就认识到了 只是说古人没有那么大的仪器 没有说那么这个我们讲的 临床观察实验来证明 但是呢 这些我们就是 这些这个先贤们 他很早就发现了这个结论 嗯 所以表示其实西方的医学现在对于我们现在中医的这个针灸它其实在很早之前就已经发现了它的功效 甚至有做过一些临床的实验研究报告 那其实说到这个部分 我其实印象中还有一个比较奇特的现象 跟经络跟穴位是否有关系的 我想请教刘医生 因为这个我们知道现在是六四刚刚过来 那大家对于在中国大陆 八九六四天安门广场的血运受害者方正 我想大家可能印象还比较深刻吧 根据他本人说明当时呢其实他在六四的天安门广场上面他的双腿其实被军方的坦克 碾断是大陆军方的坦克碾断但是索性他捡回一命但是从那天之后呢他每天都得经历不定时的发生这种神经的抽痛 但是经过医生的诊断方正的症状属于神经性的病变疼痛里的这种叫患肢痛 也就是说患者仍然会在已经截除的这个肢体部分感到痛楚 那其实患肢痛又称为这个肢患绝痛也就是说患者呢他感受到被切断的肢体还在 而且在这个地方呢还发生疼痛 所以我想请教刘教授哦这个是蛮奇特的现象 为什么患者在截肢的情况下还感觉疼痛 那中医怎么来看待这个现象呢 这个呢我们可以先讲一个非常典型的故事 除了方正先生他的经历之外呢 实际上这个患者痛在临床也表现得时有发生会遇到这个病例 当然这个病例不是我亲自经历的 是一个加拿大的一个陈先生 他这个也是中医做针究师的 他在2018年呢他接诊一个病例 当时这个有一个电工啊叫卡尔 他是这个欧洲的移民啊 来到加拿大做电工 但是呢他这个有一次呢去这个野外操作 爬到这个电线杆子上啊 爬电线杆子上本来这个比如说高压线出现断电了 他就把它修复好 修复好之后呢他有个伙伴嘛 在下面他要控制这个电源 对吧你要给他通话 控制电源一定要把这个电源先关上 对不对才能保证这个在上面操作者的安全 结果呢当时这个卡尔就说给他的伙伴问 他说你有没有关闭 实际上这个他的伙伴出现误操作了 这伙伴说关闭了实际上他没有关闭 还是有这个高压电 结果他把两端本来要接上的时候 结果你想想那个高压电没有关闭情况下 他通过他的手臂通过这个身体 一直从这个手出去 整个这个高压电经过他的身体 特别经过心脏 立即怎么样 他的上肢被这个灼伤 被这个高压电灼伤 然后呢心脏过电的话 你想想出现这个这个休克 立即这是高压电压性休克 就昏迷了 这种情况下赶紧送医院 急诊 这个幸运的是啊 因为我估计他还是比较这个年轻吧 或者比较幸运吧 最后这个命强就过来了 但是呢 他的上肢啊都是截肢了 为什么呢 出现严重的电击伤 这个肢体坏死了 必须截掉 截掉之后呢 命救回来了 但是呢 他就出现一个严重的患直痛 他经常感觉 因为其实从走关键上 已经以下就没有了嘛 但是呢 他还出现 他老是觉得自己的手指剧痛 就是说医院方采用了很多办法 比如说这个止痛剂啊 口服的药不管用 后来怎么样 注射啊 注射这个麻菲 也不管用啊 就特别厉害 后来就找到这个陈忠医师 当时呢 就是说他这个采用的局部取缺法啊 就是说 比如说断肢 咱们就断肢嘛 咱们这个 虽然你感觉手指痛 但是我扎你的断肢的断端 对不对 我扎你的肘关节这块啊 扎肘关节这块 扎了这个效果不好 啊 一直呢 就是说他也比较 这个中医师也比较沮丧 那么那个 那个卡尔呢 他也确实比较痛苦啊 后来结果有一天呢 这个卡尔在叙述病情的时候 他就说了一个现象 他说我当时 当这个 我出现这个疼痛发作的时候 我这这个 面部呢 也会出现异常反应 又麻又痛 不舒服 哎 这个面部这块 不就是这个胃经走形吗 从这个嘴角啊 杨明卫经啊 第四号穴位啊 第三号穴位啊 然后全料 然后再到这个我们讲的四白穴啊 再到这个成器穴 哎 哎 正好这个学性路线 这一下子给这个老中医有个启发了 他说我为什么不能取下肢的穴位呢 哎 正好就说他扎了一个足三里 哎 就是单单这一个足三里啊 看起来非常那么小的 好像小不起眼啊 这个一个穴位 一个点 结果呢 卡尔的这个患质疼痛啊 立即减轻 就卡尔自己都没有想到 就那么有效 当时就激动的流下眼泪了 后来呢就是用这个腿上的穴位啊 杨明卿的穴位 就把他这个患质痛给治好了 哎 那么其实不光是陈老中医这个例子了 当然还有这个我们讲的这个伦敦啊 这个有一个大学叫南岸大学啊 他这个健康与社会关怀学院 他的学者在2016年 他做了一个针灸治疗患质痛的临床对照研究啊 那么这个临床对照研究呢 他也是尽量采用随机双盲的方法啊 当然这个过程中呢 可能是他这个开头呢 也是患者比较入选人比较多 但是中间呢也会有一些脱落 比如说有些不符合标准 他肯定筛出去了 最后呢也是这个15名参加了 参加之后呢 他得到结果呢也是非常好的 就说在患质痛呢 在针灸治疗上 他们疼痛的这个 比如说这个程度在明显的下降啊 明显下降 那么这个 这种这个 包括患者的生活质量啊都在提高 当然他们衡量呢 他有这个比如说疼痛的各种指标啊 除了一般的我们讲通过感觉啊 你的这个疼痛 比如说零是这个不痛啊 时时最痛 大概你的这个比例是多少啊 他会报一个数字 同时呢 他也会观察患者的其他生活质量指标 比如说你的心理啊 情绪啊 睡眠啊 包括饮食啊 进食啊 这些方面 就是这个 Quality Life 就是说你的这个生活质量好不好 就发现经过针灸治疗呢 就是这方面都在提高 当然呢 他就说因为样本比较小 当然就说不能得出完全肯定的结论 就是针灸治疗患者痛呢 就是说疗效肯定 但是呢 他认为 他们的结论认为 就是针灸治疗患者痛 是效果是有的 效果是有的 这就是说患者痛这个情况 就是给我们什么启发呢 就是说明明这个肢体已经没有了 这个空间没有了 说这个组织神经啊 什么的 骨头都没了 为什么还有疼痛 实际上这是从这个经络理论就可以解释 就是说经络它的存在呢 就是说实际上如果我们突破思维的话 现在经络你看国内啊 是几乎三个这个五年计划 来去公关经络的实质研究 从这个解剖角度 想寻找经络的实质结构 在三维空间实际上没有找到 客观讲没有找到 这也是西方很多这个主流医学 他认为你没有任何解剖这基础 你为什么认为它是存在的 实际上我们如果打开思维的话 如果我们从现代高能物理学认为 比如说你有分子层面 我们看到是吧这个细胞你能看到 但是在细胞以下的分子层面 你能看到这个人的这个微观下身体的存在吗 你是看不到的对吧 肉眼是看不到的 那么在微观下甚至更加这个原子层面 你也是看不到的 但是你看不到并不意味着它不存在 它的存在可能就不是在这个三维时空 这就是为什么这个当初北京中央大学的一个教授 杨卫义教授他是搞诊断学的 他认为现代医学有一套解剖系统 这个把人体拆解的就非常细了 几乎是无所不及了 但是他认为还是有经络系统 经络系统也是帮助人体调节健康的 但是它存在可能不是三维空间 可能是四维空间 所以他把这个系统的叫做双锁系统 其实人类就是说除了我们讲的 现代医学发现的人体的这种血管 神经什么肌肉消化 这些肉眼可及的这些系统之外 其实还是有这个能量的经络系统 所以说包括我们讲的克里安照相 比如说这个树叶子它残破了 但是我们在这个克里安特殊照相基础下 我们看到它的轮廓以光的形式还存在 其实我们如果打开四维的话 光的形式是怎么样的 就是微观粒子 微观粒子呈现的它的轮廓 对不对 所以说我觉得就是说 如果大家认为就是说 这个对经络感兴趣的话 我们其实可以发现非常多的 这个有意思的这个目前的临床研究了 这是我们只是给了 举了几个例子而已 是 谢谢刘教授 因为其实从包括 您刚刚提到的克里安照相 还有包括患之痛这个部分 其实在西方医学来说 真的是可以说是无法根治的疼痛 但是没有想到刚才就是从刘医生的这种分析来看 还有分享来看 其实从中医的这种经络跟穴位 确实能够起到一些治疗的效果 所以我觉得这对民众来说 不管是中医还是西医 其实能够把人体治疗好 甚至治愈 或者是减缓他们的疼痛 甚至是提升他们的生活品质 我觉得对民众来说都是可行的 那从西医来看 我们习惯把理性的思考归之于脑 把情绪的感受归之于心 所以精神跟神经系统其实是分开的 但是早在2500年前 西方医学之父西伯克拉底 就认为说 人类的喜怒哀乐和思辨的能力 都源自于大脑 也就是说是心智合一的 在19世纪神经科发展蓬勃的欧洲 著名的学者像阿兹海默医生 都是兼具神经科还有精神科 与神经病理专长于医生的 所以我想请教刘教授 如果说从传统医学来看 精神跟健康的关联 他们到底在哪里呢 从传统医学怎么来看呢 传统医学呢 实际上你看传统文化中 一直强调这个问题 比如说我们讲的形体和神要合一 这样才能最健康 其实我们看到中华的古文字 它的创造 过去讲这个精神精神 现在光归结到什么意识了 人的想法呀精神 或者我们讲的这个 你的这个精神意识 就是想法意念这方面 实际上精神在这个古代这个文字中 它实际上是两个方面 但是又是有非常有机的紧密的联系 精呢实际上就是我们讲的 这个精气神的那个精 就是人体的非常珍贵的一些原始物质 这些精呢就是说来自于 比如说有先天 我们讲的父母之精 给遗传这方面的精华 那么还有呢 后天自己的身体呢 在这个过程中储存的 实际上这中医归结到肾脏 因为肾呢它是这个主收藏的 它把人体啊 你比如说你后天吃东西 很多精华的东西实际上存在的下丹田 就是这个我们讲的元气的位置 真气的位置 那么这个就是精 那么精呢其实它是化气 古代那个气字呢 它不是空气的气 它是一个无啊 一个类似下面一个四点底 实际上就是一个什么呢 一个这个我们讲的能量物质 能量物质 那么在这个精气的情况下 在人的精气比较强壮的情况下 人的神 那么我们神呢就代表我们的 比如说包括我们脑的功能 你的意识啊思维 那么才强壮 如果精气呢比较弱 那么你就会变得怎么样呢 就是没有神 比如说精神稳靡啊 提不起精神啊 记忆力下降啊 思维迟缓啊 这就没有精神 对吧 实际上就是说 古人呢一直把这个能量层面的 他的这个表现和我们这个神呢 相关啊 和我们精神静见 和我们脑的功能啊 其实其实脑的功能呢 在我看来呢 它只是神的一部分 神的一部分 那么看到这个健康 我们回到这个健康 这个精神和健康有什么关系呢 其实健康这两个字呢 也是含义特别深的 我们一般人们的健康 现在就是说 现在我们就说 在这个现在学到健康的中文概念 就是啊 就是你身体 包括几个层面 你可能这个体力比较健康啊 身体没有病啊 精神方面比较健康啊 就是精神反应啊 认知啊都正常 再一个你社会交往能力比较健康啊 这就是这就是世界卫生组织啊 它给健康的定义啊 三个层面 但是呢 在古人来讲啊 这古文字来讲 它是健是健康是康 实际上是不太一样的 健呢 它这个造字的时候呢 它比如说这个健字边加上人字边 它其实就是说表达一种什么呢 身体是有力的状态啊 就说你身体强壮啊 有力 你的能量比较强 所以我们讲的 比如说这个 你像这个造字 它这个加上月字边 就是健字肉啊 健字肉就是类似我们讲的 这个肌肉比较发达 还有跟健 人的跟健的地方呢 特别基健的地方 其实是非常强壮的啊 就是代表有能力和能量 这个康呢 不单纯是现在我们讲的这个 康健的好像健和康没什么区别了啊 他俩是同意这个复用 实际上不是 真正的这个古文字的康啊 你在尔雅宗看啊 他有个事工 他说一达为之道路 二达为之旗旁啊 三达为之巨旁 四达为之渠 五达为之康 那么六达为之庄 这就是说康庄大道 这句词从哪来的啊 康庄为什么呢 就是说五达的意思 就是说道路要通畅啊 它的原始意思道路是通畅 那么应用到古代的呢 就是说我们综艺的概念呢 道路通畅在人体的道路就是经络 就说你经脉要通畅 不能阻塞 那么你能量运行才比较怎么样 达到健康 那么身体才健康 其实这就涉及到我们讲的这个 经络的十二正经和这个齐经八脉 特别是任督二脉啊 古人提到的这个小周天呢 这种循环 如果你这种循环 那么它是一个 痾的状态啊 比较通畅的状态 你就身体就比较健康 实际上它还是涉及到怎么样 微观的能量层面 真正健康 那么和我们刚才提到的精神 它就给大家一个启示什么呢 实际上我们不光是说你解剖层面 你解剖层面就是说好像没有病就可以了 实际上它和我们微观的能量 它的健康是息息相关的 和人的精神 这微观能量呢它也是物质的 也是物质的 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很多的现在研究经络能量的现象 包括我们讲的红外线呢 包括我们讲的同位素注射呀 包括我们讲的穴位的它的一些特异性的一个解剖啊 包括甚至现在研究到每个穴位它的深化反应和非穴位是不一样的 就说这个层面那么人体解剖三维这个层面那么和更微观下的经络存在那个层面它是有联系的 我认为就是我个人观点认为它是类似一个镜像的关系 它是有连带关系的 所以我们刺激这个空间的这个穴位啊 虽然是这个这个三维空间 但是它的微观下的空间它是有干预作用的 它是有调节作用的 所以说这就回到我们的节目的主旨身心灵 刚才我们提到这个精神层面啊 包括这个脑功能的它的一些血流的改变 其实就是代表你精神层面的一些变化 就会影响你物质身体的一些功能 就会影响你的消化功能 所以说我们就强调还是就是说尽量的在疫情期间 我们还是鼓励大家心情怎么样要宁静 要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情 尽量的在这个和人冲突的时候要保持善意 保持这个互相的这种理解宽容 这是非常重要的 是的 好 今天非常感谢刘教授为我们做详尽的解说 也为同时为我个人还有就是广大的观众 解开一个谜团 有时候我们很多时候会把中医的这个穴位当作只是一种辅助的替代疗法 其实从刚才刘教授的解析来看 其实在西方科学里面已经研究到就是刚才说到的穴位的特异性 它并不是很多人想象它只是随便在身体上扎针 而且很多的疾病可以透过有关于用穴位就是用针灸的方法来做治疗 今天再次感谢刘教授的解析 谢谢刘教授 谢谢周周 谢谢观众朋友们 好 我想其实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穴位有关于针灸的部分 并不是现代人所理解 好像它只是随便扎扎 其实中医穴位已经被西方医学来运用 像上期直播刘医生谈到的耳穴 有很多科学家已经透过科学的仪器探测到了穴位的特异性 那对于民众来说也是一种对健康跟治疗的帮助 我想不论中医或者西医或者是自然疗法 只要能对人体健康有帮助 能够被运用在老百姓身上 对我们来说也是一大福音 当然未来我们还是会继续请专家为我们分享更多的健康之道 所以在节目的最后还是提醒还没有订阅频道的朋友们 请按下荧幕右上方的订阅键 并且分享我们的频道给您的家人朋友 每周五天直播我们一直在疫情下陪伴着大家 找到一条真正防疫的路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